这个跟新闻自由没有关系啊 新闻自由有一定的限度 不能无限上纲 新闻报道不能违法 那报社也不是 说所的禁地 批评的人 或者是像国安单位 真的是他们要找一些借口 我觉得这个事情好像说 政府有一个黑色的地带 这个地带是媒体不能碰的 碰了以后他们就用大的手段来压制你 到底谁是罪恶的元凶 是国安局是罪恶的元凶 还是前任的总统和现任的总统是罪恶的元凶 还是媒体是罪恶的元凶 上个月20号 台湾的一周刊因为披露安全局非法挪用金钱 进行金钱外交的报道 被指洩露政府的机密 一周刊被高等法院检察处 法务部和刑事警察局 搜查在台湾的办公室 印刷厂和一名记者的住所 并且查封16万本准备发行的周刊 而负责这篇报道的记者 也都被控外患罪 另外同一日也都披露相关内容的中国时报 虽然没有被搜查 但是报社的总编辑也都被当局控以外患罪 他们起诉的原因太荒谬了 是外患罪 外患是很严重的罪 那我们想我们记者在报道这件事情 不应该被起诉 外患罪是指通敌 作敌方刺探政府的秘密 或者泄露政府的秘密 一径定罪 最高的刑期是判监10年 今次是台湾政府首次用这个罪名 控告传媒工作者 真的有到外患罪这么严重的程度吗 这个其实在我看来是蛮夸张的 因为这个媒体记者 不过是把他们所知道的一些消息 做一个报道而已 这好像回到以前 这个好像大家 匪蝶就在你身边 共产党随时要注意 扣帽子的那样的一种做法 一周刊和中国时报 图文并贸披露了前台湾领导人李登辉 在在任期间 授权安全局非法来用政府35亿新台币 即是约7亿8千万港币 設立秘密账户 资助秘密外交和政策研究 当中包括用了1100万美元 来换取南非延长和台北的邦交 而基金的巨额利息就被李登辉用作私房前 掌赏亲信 官员和进行两国论的研究 运用特殊的手段来争取国家的生存发展空间 这个是天经第一的事情 安全局强调 传媒今次揭发的并不是什么丑闻 而是将政府的机密文件外洩 不过他们更关心的是 传媒怎样拿到这些绝密资料 因为日周刊所刊登的文件 包括安全稿 怎样运用秘密经费的详细帐目 受益人的名称等等的资料 都不是一般人可以拿得到的 事件曝光之后 台湾政府指搜查报馆和新闻自由并没有关系 又指机密文件的曝光 危害到台湾在世界各地的情报工作 更即时将海外12个的情报网站关闭 台湾政府怀疑这些机密文件 是由已经逃亡海外的前安全稿 出纳组长刘冠军洩露出来的 违级情报工作相当的严重 因为它知道的比较广 所以我们认为损害是很重的 我们整个的运作上都要重新在检讨 不过报道机密文件的两间传媒机构 就指他们所披露的内容 是一宗政府的丑闻 它是丑闻 那么每个人都应该把它挖出来 我想对媒体 如果这样不一样不报道的话 还有什么东西要报道 我要考虑到这个专案出来之后 到底会不会影响到所谓的国家安全 透过公布这个资料来让大众了解 过去的政府曾经存在一笔不受监督的预算 非常荒谬的一件事情 那么这个荒谬就是说 它反映出了国安单位 反映出了在国家安全跟新闻自由 这两个问题上面 台湾的确不够法治化 对于传媒被指泄露机密 令到台湾政府在外地的情报工作 受到严重打击的指责 有学者认为这个是混淆视听 那你如果用这个理由来批评说 是因为媒体不遵守国家安全 不保守国家秘密 然后这个完全的责怪这个媒体 我认为这是不公平的 就这个事件来讲 它根本的问题是 我们的国安会 我们的国家安全的制度出了问题 这些资料并不是说记者去挖掘 去创造出来的东西 而是它因为内部的矛盾和问题 所流露出来的东西 媒体做这样的事情的时候 你的目的是什么 你是要把总统拉下来 把国防部的部长拉下来 还是说你要告诉人民 说我们政府做了一些事情 而这些事情呢 对于我们国家的发展是有不好的 我们必须要检查 转满走政治新闻 已经有四年的林申平说 对于政府查封传媒的事件感到诧异 刚发生之后 大家都会觉得很讶异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查扣媒体的这样一个状况 甚至去控告媒体 为什么还会出现这种在过去 应该是戒严时代的这样一个查尽媒体的一种做法 查扣一周刊事件发生自今 不少从事新闻工作者都觉得有点困惑 究竟新闻自由和泄露政府机密 怎么样分界线呢 整个事件发生之后 一直到现在也有很多人在讲说 新闻自由跟国家安全这个分析 到底应该怎么样拿捏 政府用了这个大动作 透过法务部来做这个调查 来搜索 甚至来起诉 我想这一连串的做法 都会对从事媒体工作者来讲 会产生一个心理上的阴影 会有一种可能受打压 一直以来 台湾的传媒都被外界指 跟政府或者政党有着千丝万留的关系 台湾的传媒很大的严重的问题 就介入了政治斗争里头 你如果看台湾的新闻 你就会发现到 它的新闻就是一个评论 新闻不是新闻 今次事件发展到最近 传媒就变成被不同政党 用作政治斗争的工具 不同党派互相指责对方 利用传媒扰乱台湾局势 我们有时候会觉得说在走钢索 为什么 因为很多题目都会被政治化 这个是我们 其实从我们从事媒体工作来讲 我们最遗憾的是这一点 我们认为它不应该被导引到 政治斗争上面去 你今天不管是哪一方 政治斗争的结果 所谓政治斗争是指问立场 不问是非 要避免传媒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 有台湾传媒工作者认为 政府必须要制定一个机制 给新闻自由可以得到保障 它不能无限上纲 它不能变成说绝对化的一个情况 但是问题是谁来界定它 我们需要有一个game rule出来 这个就叫靠法律 对于所谓的国家安全的机密 能够有一个很明确的规范 这个也正是我们现在最欠缺的东西 可是有一个前提 就是说这个机密法案的通过 它必须是在有监督的机制之下 而不是像现在一样 还是那种一团黑雾的状态之下在进行 基本法第23条规定 香港特区应该自行立法 禁止颠覆中央政府 洩取国家机密等行为 特区政府